中秋节就快到了 有不少的社会善心人士 也趁着机会捐赠爱心物资 益柱花莲市食物银行 要让弱势家庭也能够缓度佳节 而市长威家彦除了颁赠感谢状 也感谢有这么多充满爱心的公司行号 社会团体以及个人 希望能够响应社会公益活动 相信食物银行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弱势朋友 台湾中游凤林加油站长陈建成 22号上午协同妻子李明盈 特别带了32盒喜憨儿烘焙屋的月饼礼盒 及32串的卫生纸要赠送给爱花莲食物银行 而这也是他连续第四年在中秋节前夕 希望能尽一己之力来帮助更多弱势 因为以前我可能能力没有那么好 可是其实有时候遇到一些社会上面 有一些人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也会去想如果将来我有能力 也要去回馈他人 那今天我是运气比较好 取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所以我就想说每年借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在中秋节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时候 也可以让一些弱势的团体还是家庭 也可以感受到说社会上面 有很多其他有能力的人是愿意关心他们的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做法来抛砖引玉 然后让大家可以攜手 共同帮助我们其他的乡亲 另外诺丁和民宿老板林志信 也肯定食物银行对地方弱势的帮助 已经连续超过一年 每个月都固定捐赠集缺物资 刚开始在附近买东西 然后有看到有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 在这边领东西 然后看着有一些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 然后可能是一些中地收入户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应该是时候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就每个月就会过来食物银行这边 我很承认的小姐 看看这边有缺什么东西 然后我每个月就会去买一些 来这边做捐赠 而市长威嘉宴除了颁证感谢状 也感谢有这么多充满爱心的公司行号 社团几个人能详细社会公益活动 相信食物银行可以帮助到更多弱势朋友 那未来食物银行也希望说 有更多的人能够募捐更多的物资 到我们食物银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那在此先跟我们所有的捐助者说一声谢谢 市长威嘉宴除了欢迎有更多身心人士一起做爱心 也提醒有需要的民众 不限户籍地限制 都可以前往华联市 爱华联食物银行 天表森林物资 希望县内的弱势及长者们 都能感受到过节的暖心氛围 记者许立琴华联市报道